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歡迎收看這週的哲咒來嘎店 星期之後的再過幾天 就是農曆七月了 對 相信各位都已經知道 農曆七月代表什麼意思了 其實終於流傳著很多有關這個的禁忌嘛 或是要怎麼做才可以保平安的方法 總之 信則何信 不信則不信 這都取決於你們的自由啦 對我來說比較嚇人的是國立七月啊 只要這個時間一到 即使平日出門也會碰到一堆放暑假的人啊 對 就是說你們啦 還是放暑假的各位 都給我顧外帶在家看影片啦 不然我每次出門都要人幾人的 好啦 廢話不多說了 大家一起來充電吧 首先第一次的新聞 有些人應該有關注到 YouTube上有個科技頻道 Mr.Key BRD 開了一個長達164小時34分17秒 總共將近7天的直播 直播內容就是反覆用手 開殼折疊手機 對 將近7天的時間都在做這件事 他們拿了Moto的Racer 40 Ultra 還有三星的Z Flip 5 以人工的方式 像這樣一直用手開根管 來測試他們的轉軸與螢幕耐久度 之所以不用機器來摺 是因為他們覺得 輕手摺會更加符合實際使用情景 不然機器摺疊的力道 跟受力區域都一樣 一般人不會這樣嘛 哪至7天裡面 當然不會是同一個人在進行這件事啦 他們是一個團隊 直播中就是兩個人 一人一邊各摺一支手機 然後之後累了 就退下休息 請另一個人來輪班這樣 先講一下官方提供的數據 Moto的官方表示 Racer 40 Ultra能承受40萬次的摺疊 三星Z Flip 5的話官方則說能摺疊20萬次 那麼以下是這個直播的讚況懶人包 在摺疊43,825次的時候 Racer 40 Ultra的轉軸開始出現問題 蓋起來的阻力突然變成異常大 雖然經過幾次嘗試 這個阻力就正常了 但在這之後 偶爾會發現無法完全蓋起來的狀況 接著剛突破第10萬次的時候 他們變本加厲 將兩隻手機放進了充滿沙塵的袋子裡 然後攪動一陣子 結果Racer 40 Ultra的螢幕出現了一個小黑點 不是螢幕壞掉 而是裡面跑一粒沙進去了 至於Z Flip 5這裡 起初發出些許沙子跑進去的雜音 但後來就正常了 轉軸跟螢幕都沒明顯問題 而到了126266次的彎折 Racer 40 Ultra正式出局 螢幕出現了一條綠線 所以接下來的時間 就都是Z Flip 5的考驗了 折到了20萬次 也就是官方保證能摺疊的次數 此時Z Flip 5還是沒啥問題 於是他們就將它放進裝滿水的箱子裡 繼續折疊了677次 拿出來沙桿之後 手機開始出現無法完全閉合的情況了 此外也附帶著轉軸的歇曲雜音 但螢幕還是完全沒事 接著到了27萬多次 他們將手機放進40-74度的烤爐中 然後繼續折疊 手機都跳過了警示了 還是沒壞 跌28萬次直接放進冰塊中冷凍 35萬次再度讓它面對了殺的考驗 40萬次 麵粉、糖、雞蛋、水那些的都來了 最後到了第40萬1136次折疊 我們的Z Flip 5 終於 終於是壞了 螢幕右邊出現一條粉線 此外手機也無法再完整180度開起來 總之對決就這樣正式畫下的句點 好,雖然珍珠常使用的話 他們大概可以用多久 首先Racer 40 Ultra 雖然接近4440 轉軸就出事了 但如果你一天平均開核60次 其實也可以用個兩年 只是如果使用比較頻繁 一天平均120次的話 那就是只能用一年了嘛 而且就算後來有把手機放進沙塵裡 最後螢幕出問題的第12萬次 也遠低於官方聲稱的40萬次啊 倒是隔壁Z Flip 5 中間經歷了更多考驗 但還是撐到了40萬次 是官方聲稱的兩倍多 對,非常精彩的一個直播 他們支持的直播 是沒收任何廠商錢的 但這樣比下來 還真的是幫三星打了一個滿大的廣告啊 不過這個磁鐵確實強就是了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點心直播想看的 是那些正在折疊的人員 一臉甚無可憐的樣子 因為他們要做的 真的就只有反覆折疊 然後看手機怎麼正常而已 此外他們其實在去年也有做過這種測試啦 當日是測了自己Flip 3 然後一次撐了35萬多次後 轉軸差很明顯問題 反正就辛苦他們了 也辛苦手機了 接著第二則新聞 螢幕前的各位 是否我正在使用Windows 11 這個作業系統呢? 之前Windows 11 剛說的時候 我就有再報應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底下這條工作列 只能顯示應用程式的Logo 那就如果同一個App 有開啟多個視窗 那它都會合併起來 沒辦法分開檢視 不能像Windows 11 一樣 可以自由的調整自己想呈現的樣子 像我就是習慣不合併啊 這樣目前開了哪些視窗一目了然 所以當時Windows 11 砍到這功能 我很不能接受 此之後有外掛可以把它給叫回來 我才可能升上去的 只是預設只能合併的做法 很多人也不能接受啊 此外像是工作列圖示大小 擺放位置等等 也都是Windows 11 拿掉的功能 很多使用者反應抱怨給微軟 但他們之前也都沒有即時做出回應 不過今年7月 就有網友在這個即將推出的 Windows 11 23H 版本中 發現了一個好消息 對 微軟把工作列取消合併的功能給加回來了 雖然這在Windows 11 上 就是個很基本的東西 但這Windows 11 可說是可惡了兩年之久啊 對,一個科技可惡的消息 雖然對我來說是有點無感了啦 我自己早就透過外掛改成不合併了 不過微軟終於想通了 這終究是件好事 原本他們可能是為了界面上的美觀吧 確實啦 把那些圖示整齊的排在一起 沒有文字出現 這個視覺上會顯得比較乾淨 但我還是會選擇 能進一步提高效率的排法就是了 畢竟我電腦機場就是拿來工作用的嘛 總之就給各位做個參考囉 這個23H的版本 應該也會在幾個月後 開放大家更新上去 欸,然後再講到下一個新聞之前 先來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啦 剛剛有提到暑假到了 請各位在這家乖乖看影片嘛 好,那如果你還想做點別的事情 找點樂子的話 不然就買個全方位的電競娛樂手機 爽打個手遊跟看我的影片吧 ROG這裡有個好康活動 如果你是ROG Phone的老用戶 在8月31號之前 全通路購買 右邊這些ROG Phone指定機種 並且是活動網站 登入你舊的ROG Phone 序號 就可以獲得7-11的3000元禮券喔 那好,如果你之前沒游泳過ROG Phone 也沒關係 偷偷跟你說我這邊還有個專屬序號 輸入這個序號也同樣可以獲得這個 7-11 3000元禮券 你買這個ROG Phone 6 的16G加5 6G版本 現在ROG 官網與PC Home 分別有5000元與最高7000元的限時折扣 兩個活動是可以併用的 加起來只要兩萬多就可以買得到 就給各位參考一下囉 活動網址Q碼在這個地方 我也會把相關的網址放在影片說明欄 計算完畢,回到家庭吧 再來第三次新聞 來說說Sony手機 上半年 Sony 已經推出了Xperia 1 Mark 5 和Xperia 10 Mark 5 這兩個款式了 再往裡的話接下來就會輪到七級鍵 Xperia 5 Mark 5 了嘛 滿久之前我們有提到有關它的傳聞 那麼如今就連廣告短片也被網友曝光出來啦 這個消息是在Reddit論壇上放出的 整個廣告走的是一個清新風格 然後手一往上跳 哇這個手機的背面就出現了 欸可是好像少了什麼東西對不對 是的這個後鏡頭竟然少掉一顆了 官方還特寫這個鏡頭部分好多次 感覺好像是他們在搶打這部分一樣 然後正面的話看起來就是同樣的 21B9 無瀏海挖孔設計 也配上了俐落的直角邊框 而且看來36毫米的好文明依然存在 然後最後上了 new phone, new me 這個slogan 並且三種顏色一次到齊了 好我們將畫面暫停在這邊 它看起來真的就很像Xperia 1 Mark 5 的鏡頭模組 然後少了一個眼睛啊 目前還沒證實是少了望遠鏡頭 還是超光角鏡就是了 只不過這個菜式提心鍍膜的商標還是在的 然後對除了黑白之外 看來還會推出右邊這個顏色 這個還真的是...有點影響不到啊 好這則新聞 我的失望程度你們應該可想而知了 之前介紹上代Xperia 5 Mark 4 的時候 我有提到 這真的是當代唯一一支還具備望遠鏡頭 且寬度小於70毫米的旗艦小手機了 那既然5 Mark 5 拿到其中一顆鏡頭了 感覺怎麼想都是拿掉望遠啊 雖然說Sony手機的望遠表現就... 嗯...偏普 可能他們覺得 單高高畫素的主鏡頭去放大 就能起到作用了吧 但就還是有種維持多年的東西不見了的遺憾啊 這可是第一代Xperia 5 就有的傳統 更不用說5 Mark 3 還放了前望鏡進去呢 結果現在看來情況已定了啊 雖然我還是覺得很奇怪就是了 你們的中階Xperia 10 Mark 5 明明還保留完整三鏡頭的啊 結果是5系列先砍了 反正將來要選有具有望遠鏡頭 寬度不寬的手機 目前看來就只剩三星S23這個選項啦 不知道搞不好講了那麼多 最後5 Mark 5 砍得超廣角鏡也說不定 那既然都收到三星了就來看第四則新聞吧 近期我還沒發現 在Geekbench效能測試網站中 找到可能是三星Galaxy M44的跑分結果 舉資料表示 它會有6GB的RAM且搭載Android 13 那由於Android 14即將在不久後的未來推出嘛 所以這台手機應該是會在Android 14這日前發表 但這些都不是重點 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它的處理器 既然贊助M44 那就代表它是三星的中低階手機 以往M系列大多都是採用自家的Exonos處理器 偶爾也會用上高通跟聯發科啦 但無論如何都不會跟旗艦等級扯上關係 結果這次M44 根據數據上顯示 居然採用了高通三年前的旗艦噴偶龍S888 這如果有消息所實的話 那我腦海中第一個浮現出來的就是三個字 新庫存 這種新手機用好久以前的旗艦處理器 然後低價賣的做法 是也不是第一例了啦 比如Shop的AQOS V1就是這樣嘛 之前有買來介紹過 它載了S835處理器已經是當時好幾年前的東西 然後當初只賣不到7000台幣 只是不太對阿 S835自然還是大家公認的神優 能在好幾年 但也S888的功耗與發熱量之大 也是大家公認的阿 你用個S870可能還更好些 反正除了輕固存 我真的想不到第二個用上這個處理器的原因了 要是正用上這個處理器 那請各位不要為了打遊戲而去買它 S888是一回事嘛 另外M系列通常用的也都會是塑膠機身 導熱棉玻璃與金屬號 所以這個遊戲體驗 對 一定不會誘到那裡去 那其實如果你去查另一隻三星M54的話 會發現它是採用聯發科的天氣900處理器 但舊效能來講 都是比不過S888的 所以M44這樣是以下犯上的意思嗎 總之就很奇怪啦 也有可能我在這裡講半天 最後也只是個錯誤消息而已 總之以上就是這集的折作來個家店 昨天上哪部影片 相信各位也知道是什麼了 阿沒看過的也接著去看阿 這可能是結合了我在韓國與台灣的心得阿 1500多公里阿各位 好啦 這好像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反正多多事實就是了啦 也祝各位都能充寶店 以及下一個禮拜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